Hello! 大家好! 波波又回来和大家玩TF2 今天教大家的是最基础而实用的Rocket Drum 即是你怎样可以由一个什么都不懂的Soldier 变成一个能够争取更多分数 以及大领队五星出的蒙古怪象 至少自己的逃命能力和攻击都可以输出比较大 实用的Rocket Drum主要有三个东西 第一就是我们的自身伤害够小 第二就是我们想保留的攻击 第三就是一定要快 快就包括攻击快和自己的移动速度快 为了配合今次的主题 我就用了最基本的我们有Rocket Rocket Shooter 就是Rocket Launcher 第二就是这个Shot Gun 第三就是我们有Defloat Shuffle 真的没有什么用的 大家都有不同的很fancy的武器 在游戏当中不用钱的得道 买也好 什么都好 好了 我们进入我们第一个要教大家的就是 最基本的Rocket Drum 下面教大家一下 最基本的Rocket Drum 就是要按三个键 是同时按的 第一就是跳 第二就是蹲 第三就是向地下 按发射仔 那说起来很复杂 其实你只要对着地下一起按就可以了 那我示范一下 那我示范一下 对了 就这么简单就可以跳上来上高 Capture这个Point 那大家留意一下 这个高度 前面有哪个角色 可以对自己造成这么低的伤害 你看看 就是造成自身三分一的伤害 同时也可以不犧牲我们的Walk and Launcher 做到伤害 同时也可以有这么高的流动性 由低去高 追到这么远 所以这个最基本的 第一个我们要学的Rocket Drum 就是要練習的 就是跳 蹲 和向地下发射 是哪个最基本的 要学到的 大家好 我们就回来第二部分了 那这部分教大家 就是第二种Rocket Drum 那我们第一种Rocket Drum 就是向高跳 那这个方法 其实有一个不好处 就是我们去不得远 前面一次给大家看 你发觉是不够远去到对面 是差一点的 那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必须评计我们对历史的形式 包括对跳舞 一代的舞王 Michael Jackson 教学 就是 他著名的就是 向前傾 四十五度 那我们都必须学习的 就是我们保持W 当然是向前 那怎么可以我们 在转弯的时候 我们的火箭 拍到对旁边 利用这个来推我们去前面呢 没错了 我们就必须要靠A 那就是先W 我们转方向的时候 同时转A 这样就可以过到对面了 那这个保持身体向前傾的方法 使用这些巴勒 都是在我们的物理学上 动物质动 靠靠靠靠靠靠 那这个方法呢 亦都包括了我们的奥特 第三便律 就是作用来给 From 反振力 令到我们 Push 我们的 Force 向前面 OK 所以我们的爆击 便可以令到自身向前 我們先示範一下,記住Rocket Jump是跳、蹲、蛇、三個同事一起做 同時我們現在要保留的是向前,轉回的時候要A、W 先W,然後A,我們示範一次 沒錯,就是這樣我們已經過了對面 但是我們有一個方法,怎樣可以讓我們跳高又遠呢? 我們就要靠自身的力量 所謂天行見,君子而至強佛式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在物 我們必須憑積我們這麼多的智能力量才能學到Rocket Jump 你說這個多薄大精神呢? 好了,我們回來了 剛才我們一個不高,但跳得遠 我們怎樣可以有高又遠呢? 好示範一次,就是同時我們利用自己的力量 往我們旁邊,讓我們飛過對面 OK? 同樣這樣做而已 只是W,轉A,射地下,飛過去 OK? 好,Rocket Jump OK,我們剛剛好夠,我們的距離飛到對面了 那麼,向上跳和向遠跳,這兩個都是必須學的 那麼,這兩個Rocket Jump技巧呢? 呃... 理論上呢,是幫到你在很多場地的用途 Hello,我們回到第三部分了 大家是不是很奇怪,我們轉了DEMO嗎? 同時,我們在這道生日快樂舞呢? 因為一元澳認識很多朋友生日 如果你也是其中一個的話,恭喜你,生日快樂 好了,我們說呢,這次呢 Simon,就是Rocket Jump技巧,就是Airstrave Airstrave是多重要呢? 就是能夠令到你自己的mobility增加得更高 我們要知道mobility,就是說我們 究竟在TF2我們有多少角色? 19的角色 他們的流動性是哪個最好呢? 最好的包括哪個呢? 第一就是Skull 另外就是Soldier 這兩個來說,他們的流動性最大 所以為何我們Compatitive來說呢? 節奏這麼快就必須有這兩個角色 我們回到這裡 我們要學的就是Airstrave Airstrave 即是什麼呢? 我們在動的同時,我們不要按W 因為當你學Rocket Jump的時候 你很多時候在空中都會想向前面 但是你要記住,在空中已經沒有任何一個力推你自己 所以按W只會影響你的Airstrave 如果我按W去Airstrave的話 我會去不了上高那裡 我是想去歌島的 OK? 上高 鎖到我 對,我想去歌島的 那可以怎樣呢? 我們最好的練習就是用Stacky Jumper 我們示範一下 如何我們由這個Tower的這邊 我們如何可以繞一個大圈去到上高呢? 就是要運用我們不按W 只是按A或W 另外我們要滑鼠慢慢在那邊用 我示範一下給大家看 同時,同樣Rocket Jump 要跳和蹲蹲 即是我們跳起蹲蹲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這樣做 嘩 看到嗎? 剛才我們從波度的位置跳到這裡 我們這個目的就是大家自己練習一下 用Stacky Jumper的方式 好的地方就是不扣血 同時呢 這個效果會比Rocket Jumper 或者Rocket Launcher 所以要學Rocket Jump的話 用Demo命來練習是比較好 OK? 這部分就教了大家一些很基本的 我們Rocket Jump的一定日式的東西 我看一看我拍了Part 2 因為這部分我不想太長 教了大家太多東西 因為這些基本技巧都學了很久 所以你也要給點時間去學 多點練習 多點看Youtube 其他人玩 這樣讓Rocket Jump技巧就會好很多 另外我也會示範一些 如何可以盡快去滅潑的東西 即是有些很困難的位置 或者有些很可愛的位置 如何可以盡快到你的Battle Field 幫助你的隊友 其中一個就是Bat Water 如何可以從這些位置到那邊 這部影片就到這裡 好嗎? 希望大家多點練習 以及Rocket進入進步 好妙還有TF等等 那個駿駛的地方 continue by bwd6